今天我们来做这款非常好看的郁金香小背套 虽然看着有花纹但是它的勾织方法十分简单 都是比较基础的教程 这一个小背套我用到了是苏苏姐家的四股围棉 总共是五种颜色 给孩子的杯子上面做一个可爱的小背套吧 这个手提的部分我们可以做长一点 可以当成斜跨 一起跟着我学起来吧 我们勾织背套的时候是用双股四股牛奶棉来勾织的 取出线 绕在小拇指上 或者夹住绕在十指上面 然后再绕在中指上面这样捏住 用了3.0的勾针 直接穿针进去 带线过来 绕线 脱掉线圈 然后拉紧 我们用还线起针还起长针 勾针绕线一圈 穿过小的线圈 这是一个锁针 再绕线一圈 穿过小的线圈 这是两个锁针 然后勾针绕线 穿过大的线圈 直接带线过来 勾针上是三个线圈 绕线 脱掉前两个线圈 绕线 脱掉后两个线圈 这是一个长针 我们需要在第一个长针上面挂上记号扣 绕线一圈 穿针进去 带线过来 绕线 脱掉前两个线圈 绕线 脱掉后两个线圈 这就是长针 我们总共是勾14个长针 绕线 都是同样的编织方法 大家把14个长针自己勾出来 14个长针勾好了之后 先拉长这个线圈 然后我们找到短的线头 这样拉紧 把这个口给它收紧 拉紧之后 接着我们往下进行勾织 先取下记号扣 在记号扣的位置做一下引拔 直接穿针进去 带线过来 然后再带过下一个线圈 拉紧 引拔一下 这样第一圈就勾好了 接着开始勾第二圈 第二圈我们还是勾长针 所以还是先勾两个锁针 两个锁针勾好了之后 我们需要在刚才引拔的这个位置 勾两个长针 同一针目勾两个长针 绕先一圈 穿针进去 带线过来 脱掉前两个 再脱掉后两个 这是一个长针 我们需要在第一个长针上面 挂上记号扣 同一个位置再勾一个长针 形成长针加针 也就是同一针目需要编织两个长针 就是长针加针 这一圈我们需要编织14个长针加针 总共是28个长针 每一个针目里面都编织两个长针 大家自己编织完第二圈吧 28个长针我们勾好了之后 同样是取下记号扣 在记号扣的位置入针 然后带线过来再带过下一个线圈拉紧 拉紧了之后我们还是勾两个锁针 接着开始勾第三圈 第三圈我们需要在刚才引拔的这个位置勾一个长针 在第一个长针上面挂上记号扣 然后在下一个针目勾一个长针加针 下一个针目先勾一个长针 再勾一个长针 同一针目勾两个长针形成长针加针 第三圈的规律就是一个长针 一个长针的加针为一组 重复14次进行编织 总共是42个针目 大家把第三圈自己编织完吧 一个长针一个长针的加针重复编织 第三圈勾好了之后我们取下记号扣 在记号扣的位置做一下引拔 带线过来再带过下一个线圈引拔一下 然后我们还是起立两针 接着开始编织第四圈 第四圈我们在勾织的时候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一整个针目 我们在第四圈勾织的时候 都是条远离我们的这一半辫子 都是条远离我们的这一半辫子进行编织 这一圈还是编织长针 勾织让线一圈 然后第一个是在引拔针的这个位置 挑远离我们的这一半辫子 勾长针 带线过来 脱掉前两个线圈 脱掉后两个线圈 这是一个长针 我们需要在第一个长针上面挂上 接好扣 绕线 传针进去 带线过来 脱掉 第四圈我们需要不加不减的勾一圈长针 都是条远离我们的这一半辫子进行编织 总共是42个长针 大家把这一圈自己编织完吧 第四圈我们也勾好了 取下记号扣 在记号扣的位置做一下引拔 连接 拉紧 然后起立两针开始编织第五圈 第五圈我们第一个针目是在这一个 刚才引拔在这个位置先勾一个长针 在第一个长针上面挂上记号扣 下一个针目就是一个外勾长针 勾针绕线一圈 然后我们从这边 这边这个地方把这一个 把这一整个长针挑起来 然后带线过来 三个线圈绕线脱掉前两个 绕线脱掉后两个 这就是一个外勾长针 然后下一个针目是一个正常勾长针 再下一个针目还是调起来这一个 一整个长针勾长针 这是一个外勾长针 就是一个正常勾长针 一个外勾长针 就这样重复的进行编织 这里需要大家要注意的是 从第五圈开始 一个正常勾长针 一个外勾长针 这样重复的进行编织 所需要勾织的高度 可以根据自己的杯子高度来定 所以这一个从第五圈到第几圈 大家都可以进行勾织 我只是给大家说一下它的勾织方法 每一圈都是这样进行勾织 我们在合适的位置进行换线 大家可以自己按照自己的杯子 把这个高度自己勾好 都是同样的勾织方法 剩下的大家自己勾完吧 大家 longer试五ście могут想要小针 我答今天 ING